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作品打榜 在乐坛已是屡见不鲜 但这样的作品出圈能力确实堪忧 最近周深歌发布的悬崖之上大火 连续多次登顶游泥榜冠军 但这首歌的评论区却没有想象中的多 仅仅4000多条 或许这样的评论量对于普通歌手而言 已经是一个较高的议论量 但对于周深而言却显得有些微默 就拿几乎同期发布歌曲的刘宇宁来说 她的歌曲《击溃》便达到了43145条评论的惊人成绩 然而以这样的成绩 刘宇宁的击溃也仅仅是在牛尼榜10名吃外 这也足以看出这首歌的出圈能力 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当然这也不能说刘宇宁不好 毕竟对于具备唱功的歌手而言 能否让歌曲出圈更多是在于歌曲本身 当然这也可以看出周深这首悬崖之上是真的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从由你指数分析 周深的悬崖之上指数分除了付费指数 几乎都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 而最高分值更是人气分 周深或许能成为巨星 以歌手的身份成为巨星 那必然是影响力需达到一个标准 而这种标准最重要的也是路人员 周深在出道后的出圈作品确实不少 例如大鱼归处起风了 达拉崩巴还有最近刚发布的悬崖之上 而周深也凭借着超高的人气 在七年间达到了乐坛顶牛之位 不仅如此 周深目前已有不少作品传上度已经跨国 例如前不久传出的大鱼 被外国歌手翻唱的消息 而最近在贵州的街头也开始播放周深的新歌 因为我本身就是贵州人 所以比较了解 并且央视网也不断发出周深的演唱幕后视频 并给予称赞 足够发现周深不仅于实力 更是在作风与人品上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周深的熊鸦之上作为英雄致敬的歌曲 其实在出圈上确实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毕竟这是一首极有意义的歌 巨星的歌曲不只是情情爱爱 更多还是对自身 对世界的一种思考 其实从巨星黄虾剧的诸多歌曲便可看出 周深的风格多变 示意性很强 于歌曲本身而言 能够让人体验到不同的意义 这便是周深最大的优势 当然说明也不必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多 毕竟周深的优秀 是注定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的 对于歌手而言 其实只要真心喜欢她的歌 这便是最大的支持了